请大家看 这是一封我最近收到的恐吓信 那么其实我本来是不公布的 但是我已经报案了 备案了 因为昨天李敖立法委员 这个开了记者会说 他也收到了恐吓信 包括谢欣宁也收到了恐吓信 吴善九收到了恐吓信 黄水木收到了恐吓信 包括我收到了恐吓信 也许还有人收到我不知道 但是我没有报案 我没有开记者会 但是我为了保护来宾的安全 所以我报案了 我要先请大家看 既然李敖已经公布了 我就给大家看 恐吓我们的内容给大家看 他是这样的 他说郑鸿宜先生 这是宇宙黑核会罪数令 他说不准报道 即日不能让吴国栋上台 5月31号停播大话新闻 以上三个命令 报道也没用 因为侯友宜已经宣誓加入黑核会 只是分谈谈组而已 吴国栋是忠实出身 他也是戒严的帮凶 怎么年轻的时候没有道德勇气呢 现在这么老了 还放什么狗屁 只是在骗出席费而已 他又说世界上没有什么台湾价值 只有中国意识 请大家看这句话 世界上没有什么台湾意识 只有中国意识 请问是这样吗 再来 祖国强大了 就会照顾台湾人 你们这群王八蛋 不再照顾之列 你们这群数点望主的王八蛋 不得人心 不会有好下场的 胡锦涛已经明白指示 你们都拿了卸场顶的好处 直接或间接 我会公布证据 给你们很难看 马英九记住这句话 他说马英九才是救世主 是导师 是舵手 是上帝 跟蒋介石当时的称呼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再看 黑道联合会 简称黑合会 联合三级党 虎克党 新分党 及台湾的各黑帮 本人以黑合会秘书长名义 一再隐忍后 一再隐忍后 不得不说话 你郑鸿宇给我舔屁眼 我都不要 歪嘴巴舔起来不舒服 你即刻停止放途 并且自己消失 退出媒体 省得大哥我下令动手 打穿你的歪嘴 这个臭嘴 赵子放亮一点 妻儿被绑架 被灵虐也不好玩 曾经兰这个叛徒 要处以公刑 后面非常难听不念了 黑金是以必要之物 黑道才能治国 没有黑就不成党 多读点历史吧 为了中华民族兴盛 杀几万台湾人算什么 请大家注意这句话 中华民族兴盛 杀掉几万台湾人算什么 马英九才是救世主 是导师 是剁手 是上帝 世界上没有台湾意识 只有中国意识 马上给我大话 大话这个 关起来 我想要请教 有这么不理性的 马英九一字架吗 这是什么样的台湾 我想这样 这个人 从他的信里面内容来看 应该是支持马英九的 因为他一再称赞马英九 但是我觉得这种不理性的行为 他附了一颗子弹 对不起跟大家讲 他附了一颗子弹 你应该讲说 这个应该不是原件 原件应该是送给警察了 对 我觉得这种不理性的行为 不管发生在谁的身上 大家都要牽涉 但是我觉得 他里面下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没有台湾意识 只有中国意识 这句话如果说只是个案 我倒是觉得还无所谓 但是我们现在看台湾 这个国内 是不是很多人 真的没有台湾意识 只有中国意识 一例的主张 要跟对岸开放 甚至有人主张去跟他统一 我觉得这个才是台湾最严重 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今天马英九讲说 要拚经济 拚经济 我想不用公道 没人会反对 但是你要选一个国家的总统 你应该告诉你的选民说 你要选的到底是什么 哪有的总统 是不是像吴郁森说的 台湾地区领导人 还是你要选台湾的总统 一有否论过一有 不可能我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但是我认为 你这个统獨 这个国家定位 你是没办法逃避 我举一个最简单 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 今天我说 我不知道我叫什么名 我不叫中年皇 我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就问一下 我去街路的人说 就问一下你叫什么名 我要怎么跟他们说 你根本连生活都没有办法 不是说我今天有很多钱 我有三个 我有五个的财产 我就可以没有名字 你换算成马英九 那个逻辑是这样 国家只要有钱 人民有钱 经济发展 国家有没有名字 并不重要 恐吓我 恐吓曾经兰 恐吓郭东兄 那都没什么 里面只说一点 杀台湾几万人 有什么了不起 这是什么样的态度 中华民主只要兴盛 杀台湾几万人 有什么了不起 这是什么态度 其实看这封信 就让我们觉得说 你如果最后只能诉诸暴力的话 那你在民主政治里面 是不可能赢的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看这个事情 所有人都在做判断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不是马英九支持者 可是马英九支持者里面 是不是有人有这种主张 有啊 马英九的台北市政府的 这个劳工局的局长 在其他谈话节目里面就说过 要杀所谓泛律的这些领导者 杀多少其实都没关系 有没有人在鼓吹这样的东西 我们有没有看过类似这样的东西 有啊 为什么点名陈金兰 这有没有审级问题 有没有族群问题在这里面 有 他说他叛徒啊 大家想想看 那时候林郑姐在友台节目里面 公开殴打这个金恒伟 是什么样子 那时候林郑姐还不断的恐吓说 你在讲我以后还要继续打 跟这个态度有什么差别 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最后就诉诸暴力 最后只能诉诸审级 最后只能诉诸仇恨 那你就让台湾民众更觉得说 民主非常重要 对台湾认同非常重要 杀的东西 没有台湾意识 只有中国意识 马英九才是救世主 再来 为了中华民族先胜 杀掉台湾几万人 有什么了不起 是这个态度 杀几万人有什么了不起 我想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50年的确是杀了好几万人 对马英九来讲 我看也是没什么了不起 不然他今天在怀念 他过去的开明专制 怀念两蔣时代的开明专制 我不知道马英九 有没有想到 国民党统治期间 杀了这么多人 如果今天马英九把他 口口声声所讲的民主的价值 他批评民进党说 民进党是非自由主义的民主 他要的是真民主 可是他今天又讲开明专制 我觉得说 你会不会让人家有所连结 今天黑合会写这段恐吓信 是不是跟马英九这个开明专制的呼唤 有所连结 在我看起来 什么黑合会 我相信说 这早三十年的社会新闻的老地匠 可能偷听都没听过 基本上我认为说 这个人 是不是马英九的支持者 至少从这个 他写的内容看起来 是可以推断说 这是马英九的支持 但是马英九也许会觉得说 栽账喔 对不 也许是绿的人写这个故意来 下你要来栽账给我也收听 对不 所以 你也收到啊 佑心里也收到啊 当然 吴上姐也收到 是 所以我说我们要好好请 請相关的警察单位去查 因為老实讲 我看这个人 基本上我也觉得 就是一个小缩子一个 是个小缩子一个 现这种恐含就是缩子 小缩子 不敢赶ças银站出来 所以要用这种暗簿 我们可以公开出来 点头看到电视还让人看得很爽 没有 因为报座已经说 里面一句话 这些人我一看就知道 先來他很怕侯友宜 北京的侯友宜把他弄架的人 我一看就知道 所以說侯友宜也是我們的人 不然你不需要把侯友宜撩下來 他說侯友宜我就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我們不明白北京的侯友宜抓架 關分架的人 不過今天對這件事 我們要嚴厲的譴責 因為他撒這個拍 不是只有撒給他 撒給他 撒給他的立法威嚴 撒給他有的民意代表 很奇怪的心態 如果不符合說的威嚴 不符合他自己的行為 他就開始把你撒給你撒給他 不是說他的主張是怎麼 你看看以後也是犯警告的 他說他也是以後罵到他 沒有沒有 要求他要選立委 他是要他繼續當立委 他如果不當立委 就只好去見閻羅王 我要說 有辦法衝著我來 不要衝我的來賓 不要衝著我的妻兒 什麼妻兒被綁架被領領也不好玩 如果好叫做對人就好 對我就好 不用對我的妻兒 對我的家小對我的來賓 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難道是藍營支持者的態度嗎 我們今天所有 為了台灣的民族 為了台灣的自由 為了台灣的意思就是說 用論述的去跟大家說服 這是用強迫的 這是他們的方針嗎 等一下我們開放COVID 先休息進廣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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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